你知道就是男女之間 這個夫妻之間 其實常常吃個醋 感覺是滿甜蜜的 這證明說 我們互相裡面真的很有愛 但如果吃太多醋 整個醋攤子都打翻了 就會做出一些可能 對 愛情有傷 對 會愛情有傷 或講真的就很多人會做出 沒錯 而且我覺得 其實吃醋的等級 其實隨著愛情的年份 或者婚姻的年份 他吃醋的等級 都會有所不同喔 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為自己的 吃醋指數來打個分數 好 好唷 很難打 我們兩個是這麼分數 你們應該是 我現在是老公才是一吧 你結婚多少年 我結婚四年 你看 那你快要結婚嘛 對不對Apple 你看 所以我告訴你 為什麼姐姐是一呢 只要 吃醋的呢 但我覺得來賓廣告不實啊 怎麼會有三個 不可能 因為我都會盡量控制自己 不要吃醋 我才不相信 好啦 我最近很常吃我狗的醋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男友 他其實跟我交往的時候 他都是顯現出來 他對狗狗都還滿友好的 但在一起以後我才發現 其實他很怕狗 然後我才回想起來才發現 沒錯 他一開始 雖然會跟我的狗玩 但他都是這樣子玩一下 會這樣 就是會有那種怕的感覺 或我的狗太靠近他的時候 他會有點這樣 對 然後但是他現在 已經慢慢的越來越接受 而且 就是 他有時候可能上班 或是什麼會傳訊息 然後會問我說 福寶在幹嘛 我說 福寶是我的狗 我說你居然是問 福寶在幹嘛 你怎麼不是問我在幹嘛 對 他應該先問問我吧 對啊 他是先問狗在幹嘛 然後拍個照片給他看 他想要看他就是 很可愛療癒這樣 然後有一次令我醉氣的呢 就是早上還要去上班 因為我們的狗是一起睡 跟我們一起睡 他就跑過來抱狗 然後親他一下 就要走了 然後我就馬上睜開眼睛 我就說 我就在床上就大喊說 那我呢 然後他就說 他卻立馬就醒了吧 對 我就醒了 我說那我呢 然後他就說 我來不及了啦 要趕快走了 要上班了 就要一秒鐘 有這麼急 他的那個狀況 如果是套在我身上 我是現在是吃我女兒的醋 因為我老公真的 對我女兒超好的 然後又對他很有耐心 但是其實我要講 如果說是我老公 現在是四分 算是少的 對 因為我以前如果是 比如說還沒結婚前 像大學時代那種 還年輕的時候 我大概是八分吧 應該是能多買 是多買 對啊 你知道嗎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一個 最扯的一個故事就是 我那時候大學 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這樣吃一吃 聊一聊 就聊得很開心 然後同桌有一些 就是新來的朋友 有男有女這樣子 結果我去上個廁所回來 我就發現我的位子上 坐了一個 就是新朋友 而且是女生 然後她穿很時髮 穿那種鞋尖 然後就是半露書胸這樣子 然後講話的時候就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很不舒服 可是我在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想說 表現大型 那麼多人 我就忍 所以我就坐到她的位置 然後就看著她 就是跟我的男朋友 跟大家聊天 然後回家的時候 我就整個 我就氣到 我就說 剛剛那女的坐在我的位子上 妳怎麼不會講話 我說講什麼 大家不都在聊天嗎 我說妳應該叫她回座位 然後最後我男朋友就說 妳的那個心胸 最老遠的男生這樣說我們了 我就這樣聊我 然後就說 人家是新朋友來聊個天 可能就是忘記了 然後有什麼好愛生氣 然後就因為這樣跟我打吵一下 然後就說什麼 這樣更氣 對 我就很氣 然後她就說 妳真的 妳就太愛吃醋 然後就吵到一個不可開交 可是我跟妳講 我這個醋是吃對了 因為沒多久之後 這麼過分 對 所以妳看 有的時候不是我們亂吃醋 我們這個醋就是 它是該吃的 對 我跟妳講 妳最吃醋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寶可夢嗎 在那邊抓寶嗎 好弱喔 沒有 我要跟 講說像我 就很在乎一件事情 就是車子是一個 很奇妙的空間跟氛圍 然後以前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就是不能讓她單獨接送 就是一起工作的女生回家 然後王府曾經就是 不好意思就接送 然後並沒有告訴我 然後可是因為我這個人 超敏感的 我的椅背的角度 我都清清楚楚知道我的角度 我一坐上去就知道 好厲害喔 對 因為我就是一個 很固定的角度 我不喜歡椅子太挺 然後我就發現 有人動過我的椅子 我說妳有載過人嗎 沒有啊 還嘴硬 結果後來過 我沒多久 因為她以前都把賽車椅 改成那種不是皮的 皮的黏不住 她就誰叫妳自己 要改賽車椅 布的那一種 她就改成布的 所以我就看到一根 很長的頭髮 髮色跟我一點都不一樣 就是像這樣有點粉紅嗎 之類的 好像也有糖了 那天是我 對 然後結果快被抓到 妳說是不是更慶 超慶的 對 這個是真的很值得氣 因為她已經知道 妳的底線在哪裡 而且還說謊 好 那所以你看 大家一開場就已經能量 快要爆表了 真的 請老師呢 要來幫我們占卜一下 到底打翻醋毯子的指數 有多高 假如幼稚園的圓遊會上 主題是白雪公主 七個小矮人 那妳會把它打扮成什麼顏色的 小矮人 七個小矮人 怎麼又一樣 真的不是 不會 我們兩個就是都是白的 還有默契喔 真的 我覺得電視前面 有跟我們結婚一樣 十年以上的 應該答案都差不多 還是說資深媽媽 都會統一對不對 對 好 來 麻煩老師 好 那如果你選的是 黃色小矮人 我們看跟阿諾一樣的話 翻桌指數三顆星 看起來好像滿有氣度的 那妳覺得為什麼呢 我們講一下原因是 當妳 然後比如說呢 是對方在聊天啦 在發呆啊 或者坐在我椅子上的時候 對 可能轉給妳的位置 那就會立即中斷溝通 因為妳會覺得 妳好像沒有把我當一回事喔 妳是不是集中度不夠的時候呢 吃醋表現在行為上 就是妳如果這樣的話 那如果冷戰 中斷話題 不跟你講話 會 我會 因為我老公有時候 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就是會這樣 然後就很明顯喔 他這耳朵是耳機 是有聲音的 然後我就這樣 出演妳 對 對 這種 就是妳打一篇的文章 他只回妳一個貼圖的意思 對 那但是畢竟是冷戰 所以就不會有口語上的 增值 所以為什麼說 他的翻桌指數是三顆星 那假如是跟Apple選擇一樣呢 紅色 五顆星 紅色小孩 翻桌指數 四顆星 剛剛提估妳的實力了 關鍵字給他呢 是 討厭被遺忘 為什麼呢 有時候另一半出去約了 妳們聚會沒有提到我啊 沒有聊我們的事喔 那這種事情呢 是會讓他吃醋的 也就是因為 妳的一些美好記憶或經驗 妳形容給我聽 可是我既然沒有去參與這個的話 我就會覺得有點吃醋喔 我可能這個遺忘就是 他可能會先抱完福寶 再出門 就把我遺忘在旁邊 對啊 所以特別是對 假如這個選項的人 另一半長得又帥 公關交際場的又多 朋友又多的時候 吃醋的機會就更高了 然後鬍子又 這樣特別小心 對 好 那如果是選擇三跟兩位主持 是一樣喔 對 我們 你看是不是 對 轉顆星 又低下去了 那關鍵詞是什麼呢 討厭不公平 對 不公平的意義是這樣 就是妳怎樣 我就可以怎樣 沒錯 所以他為什麼 妳可以拍吻戲 我不能拍吻戲 那如果我沒有怎樣 為什麼妳能怎樣呢 那所以反過頭來 吃醋的理由是這一點 但這個還是建築在 妳先違規嘛 對 那我才會 沒錯 所以後來 妳要不要先選一下 跟你接吻戲的對象是誰 我不在乎 沒關係 都可以清就這樣 只是為了要記他 為我扳其而接吻 對 那如果是最後一個選項 紫色小矮人 翻桌指示 我發現不是這樣 我們那麼有默契 都避開了他 對 關鍵詞是 這個也行 那其實結婚之後 比較難被比較 特別有小孩子之後 那其實 你看那個誰誰誰 都會怎樣怎樣 那你看他對他老公 都會多好多好 他對他老婆 他會買包給他之類的 這樣舉例 那會讓他生氣 生氣了 所以翻桌指數 就相對來得高 沒錯 不過我很想跟大家 再分享另外一個 很常吃醋 擦槍走火的事情 就是很多男生 女生 或是夫妻或男女朋友 都會使用臉書或IG 對 然後可能就會針對 一些異性 可能按讚或留言 那事情就來了 就容易吃醋了 我們就遇到一個就是 一對夫妻結婚 大概四五年的時候 然後太太就一直觀察 老公的FB 他的臉書 到底誰給他留言 到底老公都去跟誰按讚 然後就後來就發現說 他這個老婆這樣很累 真的很累 就發現說這個老公 常常針對一個女生按讚 一個女網紅按讚 那當然那女網紅 就你們講的就是 身材很好 很火爛 每次都放著很性感的照片 所以老婆就開始懷疑說 老公是不是喜歡這個女網紅 然後有一次就看到 這女網紅就PO文說 我準備 他是台中人 然後就說 我準備到台北來找朋友 這個太太心裡就覺得 她不會是跟我老公約會吧 然後就跟老公說 老公我今天晚上身體不太舒服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看醫生 老公說不行 我今天晚上很重要的會議 我沒有辦法陪你去 你請你媽媽來幫忙好了 這個太太心裡就覺得 有鬼 肯定是有鬼 肯定他們兩個有事情了 所以她就一直打電話給她老公 希望跟她老公 反正就是聯絡 你現在在幹嘛 你現在怎麼樣 刷存在感 對 但老公通通沒有回 也都沒接電話 這個太太就瘋了 瘋了做什麼呢 直接到那個 女網紅的網站上去 私密她 罵她 說你幹嘛勾搭我老公 你幹嘛要這樣子 跟我老公在一起 你為什麼 反正那種罵人全部講了 結果女網紅看到了這個對話 她嚇一跳說 但是她沒有講 她沒有講 你老公是誰 為什麼你這樣罵我 她直接把這個女的封鎖了 但這太太更火了 對 沒錯 更火了 此地無鷹三百兩 你為什麼要封鎖我 你還封鎖我 然後老公又不接我電話 肯定有鬼 然後她就直接到粉絲團 然後再弄幾個假 然後到粉絲團去罵這個女網紅 然後讓這女網紅非常的火大 最後這個女網紅 只好就是找我們來告 就是發律師函 先給這個太太 老公才說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這個太太才才跟她說 你那一天晚上 是不是怎麼樣 然後老公說沒有啊 真的有一個重要會議 我還有會議紀錄給你看 可不可以 然後才讓這個太太發現說 原來她自己 對 一切都在自己的想像中 她自己小劇場演太多了 對 而且演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劇情太配合了 對不對 怎麼發生這樣子 一直往那個方向發展 還有一種就是我們藝人 其實你知道就是 剛出道的時候 對 演藝圈很多迷信 對 然後會常常 尤其出道的時候 可能一定是跌跌撞撞 常常很辛苦 然後會覺得不順 是不是需要改運 或改個名字 一定要的 因為而且就是那時候 我是靈演出道嘛 十九歲上台北念大學 開始當靈演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一路上 因為你知道靈演 其實最多一天 可能一兩千塊 然後最少就是五百嘛 然後那個時候我媽媽就是 是她從小就會 你知道南部人 我比較相信廟 宮那種算命的 那我媽媽就說 我看那大白眼 像蔡依林都改過名字 妳去改個名字 可能妳運會很好 在演藝圈改名字是常常 對 其實改名字 它的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不要讓 就是也是保護藝人的隱私 不要讓人家隨便去查 就可以查到妳的隱私 像我老公有時候 我們飛機那個晚到 他就說 因為我們都是本名嘛 他就說 那是廣播 廣播通知 然後就說 季晴 季晴 王仁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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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甫 然後我們再飛一下說 這明星夫妻 明星夫妻是怎樣 最晚要上飛機 要排場是不是 這很煩耶 男生還好 女生你知道 這幾場狂奔 多老人配啊 我真的超討厭 他把我時間抓這麼緊 他又看婦產科好不好 李佩甄 李佩甄小姐 就超大聲的 對 所以本名的確有困操 對 還是要改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我媽媽就 她就想說 好 那她就算名字 然後就找了一個 她常去的宮廟 然後因為我屬雞嘛 取了一個名字叫 義貞 義是 利 宇義 趙義安的義 利宇義 為你看經濟獨立 然後有羽毛 就幫你加持 利宇義 然後智勤甄 後來就取這個名字 反正就是你會如魚得水 然後好桃花 一路就是開始 錢就會出 你才會受傷耶 對 因為 義貞見血 有 大師 你賞 王仁甫 老師 妳有機會 不好意思 妳真的 人生第二春有 認真 那三回就會沒飯吃了 然後我們 因為以前當靈眼的時候 其實製作 你常去 你知道在現場表現好 而且就是基本 他們給你的東西 簡單的你會演 然後製作單位執行 他們都會常記得說 這女生叫亮亮 因為亮亮就很好記 亮亮亮亮這樣子 結果改名義貞之後 我就跟公司千萬 就是我那時候 靈眼公司跟他們說 就是打來 就是你一定要跟她講 剛開始他們才會說 亮亮現在改名叫義貞 以後都知道義貞 可是久了他們也懶得講了 久了製作單位 根本不知道義貞是誰 對 然後找亮亮找不到 就是找別人 因為尤其是靈眼的時候 大家根本不會去記妳本名 就是妳的偏名什麼 就好記的名字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 反而我就開始沒工作 原本我當靈眼的時候 我一個月很勤勞地 通告每天這樣跑 還可以接到一萬多塊 當靈眼 可是後來改名叫義貞之後 我 掉一半了耶 一個月不到五千塊喔 然後我那個時候 連自己生活費都有問題 雖然我那時候 可能念大學住宿什麼的 然後我每個月就跟家裡面拿錢 那改名字的那一年 是我跟家裡面拿錢 拿最多的時候 而且更誇張的來了 他不是說什麼會報證 你好人緣 好桃花緣嗎 因為改名叫 就開始遇到一些爛的事情 就是說我那個時候 去試鏡的時候 然後那個製作單位 他以為我才剛入行 沒有看過這個名字 因為我以為才剛入行 他就跟我說 我們女醫有一個半個小時的 六點半的連續劇 然後我說我們女醫 其實是那個已經內定好了 那個執行妳跟我說 可是我看妳的條件還不錯 而且妳又是台藝大的 覺得妳一定會表演 我幫妳跟製作 還有編劇他們推薦看看 那今天晚上剛好 我們要在KTV KTV唱歌跟開會 晚上十二點 在敦南錢櫃 然後我就去稍微 打聽一下這個執行 原來他官司一堆 就是欠錢 然後也有被 就是小林彥 就有去告他 就是騙財騙色 但是這樣子的人 還在演藝圈 那個時候都一直在 因為他一直改名字 你現在要把它公布是誰 對啊 寫下來 然後幫自己 其他的受害者 圈內真的有這樣子的人 真的很討厭耶 而且尤其是 尤其是當靈演的時候 最容易被騙 因為人家就說 我給你一點機會 什麼什麼的 對 因為大家都想紅 想很辛苦 然後那時候 我那時候比較聰明 我就覺得說 還好改名字 沒有改掉我的智商 真的 我就想說 那這怪怪的不能去 我就一直給他推脫 而且你好像改名字之後 壞事一大堆 對 然後後來這樣就算了 他就一直高高低 一直高高低 一直叫我身材 叫我半夜兩點去 他家討論劇本 說沒關係 你那天沒來 我跟導演他們推薦你 我說你真的很棒 你千萬不要給我撈開 你一定要來 今天晚上忙到大概兩點 來我家討論劇本 不用 我不要討論劇本 給我最終版 我會背得很好 後來聽說就是他們 這劇組只要就是 他們要發齡演公司 就是說那找那個藝貞 不行 不要 這個不要 他就直接就這樣 他直接封殺你 因為你不配合他 對 因為我不配合他 幹什麼 那怎麼辦 那一年都沒有收入 所以我又開始回去 接五百塊的靈驗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發生了我人生 就是第一次 就是被倒帳的事情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叫你來拍戲 然後就是那個執行 就叫了很多次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反正都是我的戲 然後我最後再結 結果到之後 他不知道誰是藝貞 他就想說 對 他就不知道是誰是藝貞 然後他也不知道是發哪家 他都忘了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家 太多人了 所以他錢就不給了 然後我那時候累積到 你看我一個月五千塊不到 我累積到快兩萬塊 而且你看明眼的錢那麼少 快兩萬塊我是多少個案子 對 拼到多少個夜晚 對 然後我就都 然後你又不好意思去跟他拿 因為你怕被他跟他拿錢 他又會就是封殺你 或幹嘛 就是有某一個 然後我就 這兩萬塊也就沒有討了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改回叫亮亮 就是你這樣覺得說 不要稍微一貞叫亮亮 因為藝名一定要好記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 因為我是蔡奇阿妹 就很多人會覺得說 佩真 佩真 聽起來就很親切 可是好像又不夠大氣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就做玉琳哥的節目 然後玉琳哥就說 佩真 我跟你講 你就是要改名字 我跟你講有一個名字 一定紅 哪一個 八貞 他說又會發 對不對 又響亮 就叫八貞 沒有 還好你沒有聽他 真的 就是當你的工作 你的公司 一切都營運不順的時候 這個時候真的 就有這個需要 借助這個力量了 對 因為其實 財經界還滿多老闆 滿相信風水的 其實是耶 大企業很多 很幸福 坦白說還滿超多的 那我也講其中一個 董事長的故事 那剛好那一年 台股市大跌 那大家很容易理解 不管是基金 股票 相關的這些商品 都不好賣 所以這家公司的業績 大概也是跌了三四成 那老闆當然心裡頭很焦急 所以他就開始去 諮詢一些 密理師的意見 那第一位密理師 給他的意見是說 你們公司那個門口要 大門口要有點氣勢 所以你們門口 要先弄幾個招財樹 金錢樹 這個很常見 對 這個很常見 那同時呢 你要擺一個大大的水桿 裡頭最好要養幾隻紅龍 各位 幾隻紅龍 就很貴了 不是 那個蠶廚 對 蠶廚要咬錢 那個MEMO差太多了 對 紅龍起碼比蠶廚 看起來是比較貴 氣勢 對 那當然老闆覺得 就是門面稍微改一下 其實看起來喜氣也不錯 所以前後大概 至少花了五六十萬 他又詢問了 其他的密理師的一個意見 那有一個密理師比較特別 在台灣現在還滿有名的 他是走數字路線 他是數字大師 這個密理師就跟老董說 可以 不錯 你所有的數字 跟你都超不合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人生事業的高峰 爬得很快 可是一下就跌下來 然後老董就覺得 很壯了耶 包括呢 包括他的個人的 這個密理師說 包括你的身分證號碼 包括你的公司的電話號碼 包括你的手機的號碼 包括你的住家的號碼 公司的地址號碼 通通都跟你的這個磁場不準 那怎麼辦呢 可是老董就覺得說 難不成你要我一次改嗎 我的身分證怎麼改啊 對啊 很難 所以那密理師 就給他一個建議就說 那就從簡單的改起 什麼叫做簡單的 包括公司的電話號碼 可以改嘛 然後包括這些手機號碼 可以改 所以剛開始就先改了 公司的電話號碼 大家可能會覺得還好嘛 電話號碼不就改一下 申請也不用錢 不是喔 主要是呢 你公司你會有扛棒 你會有宣傳品 所以你一改其實呢 又是花了幾十萬 全部都要重選 對 全部都要重新設計 一改之後呢 業績有回溫一點點 但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所以接下來 老董又再去問這密理師說 那怎麼辦 我們還要再改嗎 密理師說 你改的幅度太小了 因為手機這太簡單了 對 但其實我覺得 這密理師已經滿厲害 因為舉凡改一次 至少就花五六萬起 這樣 對 那所以後來這密理師 就跟他說 那就你個人的手機號碼 也要改啊 所以老闆又改了 個人的手機號碼 這個時候老闆又突然決定 下了一個重大決定 開會的時候就說 你們所有一級二級主管 你們的私人手機號碼 也通通都要改 那這時候就有 就有主管覺得說 老闆是怎樣 你又不補貼我們手機號碼 就是要辦新的門號碼 那有些人又覺得說 老闆你是不是太空亡了 而且重點是 那有些電話是跟著你一輩子 是那些美金的口味 對 也有感情的 對 所以後來就是 有些主管就有的有改 那有的就份額離職 覺得說老闆實在是 失去了正常的領事 這時候老闆又想說 好吧 我們要使出殺手檢 殺手檢是什麼 我們乾脆連公司都來搬家 找一個符合老師說的 公司的地址 地址號碼還有樓層 都搭配 對 所以這時候 老闆又再次去找那個數字大師 那數字大師一收 不是收六萬 這次又是收了十幾二十萬 數字大師就跟老董說 妳最好要找那個 那個路名是有水字旁 而且最好是六號的 然後他們一定覺得 有道理我要來試試看 丁州路 民水路 港前路 那反而是呢 董娘這時候跳出來 董娘說 妳神智清楚一點好不好 人家說什麼妳就說什麼 人家叫妳做的那些前面的事情 妳看妳我們的業績 真的有都回來嗎 妳要是真的要硬做的話 我就跟妳離婚 所以反而到之後 真的是董娘出來拯救了大家 對 那還好董娘制得住她老公 對 董娘一直都很想事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